絕對不會過 那我們是什麼叫金廣福 因為我們前面已經提到 小汪公里吉蘭是金六傑 你就知道台灣因為有很多的 經營商業的商號也好 開墾也好都要出錢 當然也希望賺錢 所以金字擺前面 這叫金六傑 我們一看同理可推 金廣福一定就跟這有關係 金大是出錢 好個吉利的名稱 廣跟福就是什麼 廣就是廣東嘛 就是福建嘛 我們就知道這個肯號 金廣福肯號 一定是跟廣東跟福建的後代 後裔的族群的結合有關的 這很有意思 我們前面講了很多 好像說像火肉做火肉 客人做客人 這個要講的茄子是很有意思 很好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族群 福老人跟客家人合作 這很有意思 因為金廣福 我也好像去過 新竹的北部 這個主角叫做江秀蘭 這江的客家的姓 對 客家姓出來了 江秀蘭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客家人 他北部就出來 應該是在內山 一個新竹內山 那麼時間已經在18多少了 真正好 1830年 30年代 1830年代 來 老春你台灣該學一下 就是說 因為到了大概19世紀的時候 可能可以開拓這樣也差不多了 那台灣平埔人大概 該跟漢人混在一起也混了 對 那所以只好就往真正後山 那是花蓮台 那是又比較慢 所以就交通也不方便 所以大概就從那個 我們中部這個地區 譬如說像中部 我們也走去保利 那新竹這個地區 有人就進入比較靠內山這邊 就是北埔 什麼窮林 那個寶山 寶山 鵝美一帶 對 那個剛才有說江秀蘭是客家的 那另外一個 那個火洛人就是 林德修跟周邦鎮 周邦鎮 這只贏不了 沒關係 就是周邦鎮 就是很有錢 所以人 人家叫周百萬 人家在增路 這算開可能是很會賺錢 有樂透嗎 有樂透 那時候可能沒有 還是要腳踏實地 那所以就是 以為這等於是姓周的姓林的姓江的合作 因為廣東客家人跟胡老人合作 那那個也是官方有支持 就是那個淡水通 其實那個江秀蘭是官方找他 官方說 這個地方要開發 我給你肯照 他發現說 我自己獨立太困難 所以再找附近的閩南人一起合作 所以這是一個閩客 合作開發的一個很好的典範 那還有官方插告 官方插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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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淡水縣的縣長有很正面的支持 對對對 所以就是金廣 後來開發這個地方 江秀蘭也在金廣湖 我們今天去看金廣湖是國家重要古蹟 對 一級 一級古蹟 一級古蹟在金廣湖旁邊 我們去看一個天水堂 天水堂就是江秀蘭跟他的住宅 後來成為他的一個家廠 現在還在那個二級古蹟 那天水堂在附近 在北部有一間廟 就是好像叫做慈天公 那廟 那廟 當時是這個地方開發出來 然後開始繁榮 聚落 開始我們就勾起來 很多人就開始聚集再起來 就有宗教信仰 聽說江秀蘭就從哪裡 請來了一尊觀音佛祖 觀音佛祖 就供奉這個觀音佛祖 所以本來叫做慈天公 所以我們說這個金廣湖 今天我們如果到北部去的話 金廣湖跟天水堂 跟慈天公 這個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區位 那背後就是一個開發的過程 很重要 我可以補充一下 因為那個地方 我好像帶了好幾次學生去考察 因為教達人士的佛祖 都不是跟你討論 還可以去玩 還可以看電器可以去玩 對 所以我有帶我們去看特別觀察 這慈天公很有意思 因為我們如果 各位朋友看這節目 也不用看 有時候也知道 譬如說 我們說拜觀音 就比較偏向是一個全州人 可是 這裡面因為它的開梗合作 有那個佛祖人、客人合作 所以那個慈天公裡面 主事就是拜觀音 也有代表那個合作的意義 另外裡面其實它還有拜很典型 客家信仰 那個拜三三國王 這個廟裡面 我有注意看 不是看外面 又看來這裡 對 再來就是 其他還有一個 就是客家信仰比較明顯 我們台灣的信仰 拜三官大帝 是 天官、地官、水官 將會十五、七月十五、十月盆 那種 然後客家人比較會把這種神 稱作三元公 就是那三官都會放在裡面擺 這個也是廟比較特別 所以金廣、湖、天水堂 這個開墾的公館 其實都可以代表 這個整個 那個福老客家合作開墾 內山的這個地區 然後我在想 這個 我們從這裡面也可以了解 就是說大概到十九世紀 快要接近中日的時候 大概台灣 漢人可以開墾都差不多了 所以從這個北埔這整個地區連接下去 往斯坦 就是靠近我們現在在展工 台山縣的地區 也就是大部分都是客家人開墾 經營的產業都是跟山比較有關係 靜地、做葬 沿著今天台山縣 客家就在這種情況下發展出來 剛才我們談到金廣府的開發 還有一個觀點 你說我們就在開發過程中 為了保衛我們感興開發出來的這個聚落 這個成果就要設愛口 對,愛 設愛口 所以愛是一個耳朵邊在一個利益 一個利益 然後設愛口有防衛 防止外地的人入侵進來 所以愛口等於也是一個防衛的一個據點 所以我們說今天的這個北埔 寶山 這個額美 那個叫大愛三鄉 愛口的愛 大愛三鄉 但是這個由來是這樣子 我們知道在開發過程中很重要的農業 一定要水利 所以因此 在農業開發的過程中 一定要新建很多 這個追鼻啊 追準 追準啊 像這些東西 那麼我們今天顯然沒有時間 我們就另闢一個時間 我們來專門談台灣的水利開發 筆啊 準啊這些的開發 那麼我們呢 留到下一次再來談這個問題 今天謝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一次繼續收看 台灣史旺春風 謝謝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